现在证书都可以造假了 证书可以造假 就是说你们在买手桌的时候 回去一定要复检啊姐姐 你这个别带了姐姐 你这别带了 它对身体有害的 要带就带天然的 哎呀妈呀 太灰了 你就知道拍你 你除了拍你还要干啥 记录嘛 有客人等一下 看一下 看看吧 有喜欢可以拿出来看的 这柜台还有点灰 因为刚刚才过来打扫 好久没有打扫了 货很多的就是 这边没有喜欢的 那边店还有 就是喜欢我可以 就从那边调过来给你也行 老板娘 我这里有一个手桌 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大概值多少钱 手桌在哪呢 我带这个 我帮你看看 哦 对 这是这 我看你这个还蛮好看啊 这个 飘狼花的 但是 这能不能取下来 我帮你看看 你是想要坚定的还是怎么刷 你就帮我看一下吧 要不要护手刷 我自己可以 我自己可以 可以 我手比较软 比较软 对 那你手还是挺软的 对 大概把你看一下是吧 你买多久了这个 哦 戴了两三年了 两三年了 多少钱 四万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 他之前签了我四万块钱嘛 然后他那个没签完 叫我去他店里面挑的 原来有四五只 我一眼就看中了这只 我觉得这只最漂亮吧 我就签了这只 给了四万块钱 这个样子呀 但是你这个姐姐 我跟你讲实话啊 因为天安的热火翡翠的话 它会有一些玻璃光泽度在上面 但是你这个看上去 它有点闷 就是没有那么 它的光泽度就没有那么亮 你知道吧 它透是透的 但是它没有那么亮 就没有那种光泽度 然后就是 还有一个地方 对对对 就刚才我看到的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小气泡的 而且这个小气泡 这个地方的话太明显了 它很明显是那种 人工注胶进去的 你知道吧 它就是因为天安的热火翡翠 它不会这样子形成 它不会有这种结晶体 你知道吧 然后而且你这个 重量有点轻 就你这只可能 它是一个B加C的 B加C 对 B加C是什么 B加C呢 它就是说 它不是天安的热火翡翠 它是经过人工处理的 所以呢 它这个 它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应该不可能吧 我朋友应该不会听我吧 什么意思 要不这样吧 姐姐 因为我这样跟你讲呢 你可能也不懂 也不相信 就是我拿我们店里面的仪器 过来给你看一下 好吧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倒是不麻烦 倒不麻烦 小燕你把手机给我 你去二楼拿一下 那仪器 你看这个手镯 特别是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有点太明显了 其他部位倒是还好 你看 其他地方 如果说单单这样看的话 是蛮好看的 来 上去 哦 好 放这吧 我先把这个白布拿掉 来 手机先放这 来 手机给你 我来弄 那我找一下 插板 因为这个仪器 好长时间没有用了 之前的话 我一般都 不帮人鉴定的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我就是带着 也几个人跟我说 看着有点问题了 找人帮我看一下 也倒是不麻烦 刚好逛进来 看到你这里也卖手机 帮我看一下 哇 姐姐你这个你过来看 我过来看看 看没有 我怎么亮亮的 怎么亮亮的 嗯 它这个是有荧光的 嗯 有化学物品在里面 才会缠织 小燕能不能拍出来 可以 你看 很明显是吧 明显的 姐姐我这样 我拿我们店里面的 天安热火翡翠的 我给你来照一下 来给你做一个对比啊 那你你进去来看一下 啊 这个没有亮过 这个没有亮是吧 这个热火翡翠对 因为天安热火翡翠的话 它在这个紫外线 强光照射下的话 它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但是它 但是一旦有人工处理 注胶过染 染过色的 它都会有这种荧光感 嗯 就是说 它不是天安热火翡翠 就包括你看我的指甲 是不是 它有化学成分在里面 就我的手指甲 我放到放到里面去 你看 它也是会发光的 你知道吧 手指甲 所以说你这个 它不是真的姐姐 你这个仪器专业吗 我这个仪器倒是没有 之前它还给了给我 一个鉴定证书啊 我上面写了那个 是真的啊 你看嘛 就是这个 这个证书它也是假的 现在证书都可以造假了 证书可以造假 就是说你们 我们在买手桌的时候 回去一定要复检啊姐姐 嗯 要不 嗯 你这样吧 如果说你实在也不相信 你可以到就是 嗯 出门 右边这里200米 100米 100米 100多米 它有一个珠宝鉴定中心 它有一个珠宝鉴定中心 你可以去鉴定一下 你这个别带了 姐姐 你这别带了 它对身体有害的 这个要带就带天然的 对 你拿到那个鉴定中心 我先去看一下吧 对 我先去看一下 好 确实啊 如果说要是我 我戴这种手镯 我戴个两三年了 然后结果发现它是个假的 确实我的心心情也不好受 所以说翠友们 你们在买手镯的时候 回去一定要复检 不管说是跟谁买的 就算是跟双双买的 你们回去也一定要复检 这个是最基础的 你看现在隔了那么长时间 你要去处理也不好处理 是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别拍了 可以了 收拾一下 我是双双 好事成双的双 记得关注哦